爷爷 你出去多久了 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天吧 明天 我给你个惊喜 主情 其实我是叶氏家主 我的大伯师 地精首富叶家之主 主情 明天我就带你回去 没气息漏了快点跑 快走快走 快逃避了 快跑快点跑 撤嘴的这暴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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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孙儿叶成明日回归 我要将叶家家主之位传授于他 统知龙国豪门 参加回归夜 迟到这 读出龙国 是 大夫 他怎么样了 你男人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过 陷入昏迷 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说什么 大夫 我求求您了 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求求他行吗 你先来说话 我们已经尽力了 除非 奇迹发生 那我就等着他 等他奇迹发生 继续治两个费量 负责的情况 我会想办法去挣钱的 饶了半年 还没找到我孙子 我们找遍了整个龙龙 那就给我找遍整个亚洲 六百亿的悬赏金 至今没人拿到 我的好村啊 你到底在哪啊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是想要钱给你老公治病 是吗 这工地上可没有女人 你换个活法 你轻松 你老公也有钱治病了 嘿嘿嘿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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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这贱人敢咬我 这就不知知法就是吧 我这就给你点颜测看看 颜测 给我滚 滚 姑娘啊 这工地太危险 不是你一个女孩子能待的地方 还是尽快离开吧 公头 你说她是不是就是那个 照顾自己独物人男朋友的那个女的 十年之间不离不弃 还上新闻了 是不是你啊 哦 原来是你啊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啊 真是太少了 十年啊 真是不容易 姑娘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你说着 这千我姑娘要 你又说 你又说着吧 谢谢你们救了 我很感激 再说了 你们也不容易 拿着吧 拿着吧 谢谢大家 姑娘拿着吧 你别走 拿着吧 我老婆要是对我这么好啊 我死也值了 呸呸呸 什么死不死的 不知道 哪个男人这么好的福气 娶了这样的女人 这个月 夜城的医药费还差两千 这可怎么办 来这酒 来了 你们慢喝啊 小美女 约走啊 哎哥哥喝两杯啊 你干嘛 哎 老婆呢 哎 怎么了怎么了 你店员打人管管 哎呦哥别生气了 姐哥 哎呀哎你谁 喝人喝的高兴 莫妮下怎么了 他和客人吵起来 我这生意做不做了 人道歉 明明是他们先动手动脚的 为什么让我道歉 你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以为自己多金贵呢 不道歉不道歉你给我走人 我可以走 把我的劳费给我 我不找你赔钱就不错了 我还给你钱 不走是吧 别逼我找人赶紧走啊 你们你们不讲理 这李子的偏旁是个王 那是给王公贵族准备的 不是给你这些贫困的穷人出头的 老板娘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 又是自己也是个女的 何必这么贵难她 这女的好像上过电视 是替植物人老公看了十年病的那个 姑娘 不用怕 今天我们都是人证 刚刚我看到这个猥琐在摸你了 就是我也看见了 我们现在就要行 让警察来评定里 看我们龙公的法律还讲不讲理了 就是 报警 你报警 一起报警 走 老实点 这钱你拿着 这我不能要 拿着吧 我听过你的事 我老婆呀 还告诉我 见到你要捐点钱 这钱你要不拿着 我回去还没法交差呢 我们也捐点 我们也捐点 我捐点 你去捐点 你 哎呀 这什么什么 什么都要 谢谢各位 我替我的老公 谢谢你们 你们的爱呀 老天爷都看着呢 一定会让你的男人早点醒来的 加油 加油加油 卫星啊 晕出枪 我要带你回家吗 晕出枪 我要带你进入家里 马主任 那个十年的植物人 有动静了 喂 什么情况 主任 他刚刚手动了 马主任 他醒了 还没有 不过刚才护士讲 他已经有了 苏小的技巧 这是好事啊 真的吗 那 那叶成会醒过来吗 需要多久啊 这个 受不准 也许一年 也许三年 没关系 反正我都等了他十年了 再等十年也无所谓 袁主任 这是我们中心医院 所有医护人员的一点心意 收招 这我可不能要 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 而且你看 刚才啊 已经有很多好心人 给我凑了这么多钱了 不容易啊 你听我的 我真的不能要 主任在等 十年 都等我十年 这十年他究竟是怎么过的 你妈 我求求你了 这个孕医养费还没有凑齐 你能不能再把自奔 求我年轻 你妈 我是人 但没必要往火坑里扔吧 就这些啊 以后别找我借钱了 谢谢你妈 谢谢你妈 主情啊 你知道我是全职太太 我的钱呀都在我老公那 你找我借钱我也没有啊 业务 你把你那个植物人老公给揣 我再给你介绍个有钱的老公 怎么样 主情 对不起 我欠你的态度了 必须要想爱 用这个夜市为代价 洗净这十年来 受到所有委屈 你太醒了 你太醒了 叶成你终于醒了 叶成 你要说什么 我在 我 已经不及待了 向你成为夜市的态度 我将动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权势 是 我最有力气 人生的影响 我要让你演讲 你会整个望尘的第一场 你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名流与好母 重来见证我的幸福 你 你 就想 你 就是你 你 千万不及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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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啊 老伴 饭好了没啊 哎 来了 吃吧 你怎么全是面子 这么一点肉丝也没有啊 你天天累死累活送外卖的钱 那不都背着咱女儿 悄悄给那个植物人交易药费了 这家里哪还有钱的 吃肉 小鸡蛋都不错了 你说 咱就这一个女儿 她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多有什么办法 趁着现在还能动 能帮点就试着吧 一直以来 都有陌生人帮我给夜城交住院飞 原来是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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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谢谢你 快起来 你别乖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你为了个男人 连爸妈都不要了 哎 妈 对不起 可是夜城他醒了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什么 他醒了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他就说要来咱家提亲 他要来娶我 你说的是真的 十年了 你终于如愿了 好孩子 他真的说了 要来提亲 他说 他回去就告诉他的长辈 明天就来 臭小子我见了 我得好好说他说他 十年了 我女儿为他支了多少 他要是感对你不好 我是当爹的 我第一眼就不答应他 爸 您同意了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打电话 通知咱那些亲戚朋友啊 好 我这就去 苦情干来了 咱们苦情干来了 喂 爷爷 喂 姐 怎么了 什么 你要嫁给那个植物人 他不是植物人 他已经醒了 也称他醒了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 要来我们家提亲 一个废人 让你家提亲 有什么值得激动的 哎呀 我之前给楚情介绍那个 那个身家 千万的大老板 我也没见他这么激动 一诚他说了 他说要请各界名流 都来做个见证啊 一个植物人说的话 你也相信啊 我看你们一家子 都头脑简单 怪不得全家收紧 还要真有那么几堂 大的家庭背景 那这十年 会没有人来找他呀 啊 行 那我明天就带着 我老公一起去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老公啊 现在可是 知态集团的正式员工 知态集团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你都不知道 那可是望城最大的企业 隶属于地经 第一毫名夜市 你把储秦 嫁给这样一个 没有背景 没有钱的废物 那他就更加受罪呢 我让他给你再介绍一个 他现在身边的人 都是一些非富即贵的大人 不用了 我只要夜城 好了好了好了 就这样 我挂了啊 老家主 我们最远跑到了非洲 也没有您孙子的下落 再找 把整个地球 给我放个女朝天 你要把夜城 给我找回来 是 臭小子 臭小子 这十年 你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爷爷担心死你了 这十年来 我成为了植物人 一直后面 我现在在望城 有个女孩照顾了我师 她叫云楚晴 明天 我便正式向她父母一起 这个家庭 这十年来 为我付出了太多艰辛 明天 我便要让那个女孩 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要求的人 我要让这些 普通的家族 一夜绝起 成为望城第一好本 我要以整个夜市为代价 洗刷她这十年来 受到的 所有委屈 世间 竟有如此 始至不渝的 亲女子 你要是昏迷十年 你老婆 会等你十年吗 你说十年 半年她都会跟别人 叶家祖训 叶是人家 不能与普通人家联谊 可我认为 世间万千好门前进 嫁起来 就不足此 若她不是好门 我无我 就把她变成豪门 叶家 有什么产业在望城 叶氏旗下 知态集团 正在望城 董事长是 唐家家主 唐少林之子 通知唐家 明日 且三口后离 到云家提亲 给云家 最高贵格尊重 若有丝毫待满 唐家 王 你们来了 叶成 清清 你准备好了没 我准备好了 好 今天 全世界都要围着你转 你快来吧 还全世界都围着你转 还真当自己 是叶家的少爷 唉 清清啊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怎么会舍得 不给你换一部好手机呢 听姐们一句劝 这选男人呢 也是一种本事 你看我老公 年薪百万 是知态集团的正式员工 不如让他 给你介绍一个 知态集团的高层 没错 叶成他不比任何人差 王爷 今天是我和叶成 定亲的好日子 你要是再说这种话 你就别怪我 没你这个闺蜜 行 回可 我倒看看 你结婚之后 会不会后悔 不行 这事我不同意 这些年 我们给那个废物 看病花了多少钱 没个一百万才理 这件事啊 免谈 哎 对对对 那其中一百万来 得有一半是我们家的 否则一切免谈啊 那叶成刚醒来 他哪来的一百万 咱就别难为了 那正好 让他滚的 哎 我认识一个大老板 身价可是上千万 才五十岁 干脆让楚勤嫁给他 虽说这年龄大了一点吧 哎 长相还说得过去 这身体 我的婚事不用你们操心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你 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跟你们没有关系 我邀请你们来 是想得到你们的祝福 既然你们不愿意祝福的话 那请你们离开 你说什么你 我们可是亲戚啊 你竟然赶我们走 我实话告诉你 云楚勤 这些年我们这些亲戚们 都不愿意跟你们这一家子冲光蛋打交道 赶我们走 把我们赶走了 你们就没亲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家宁可没有亲戚 我和叶成照样过得很幸福 好 走就走 以后啊 你少跟我们家来嘛 懒得跟你的笨 云楚勤 我劝你 这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 王爷 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 你也可以离开 我给你脸了是吧 我是看你可怜才来看看你 你还真以为自己捡了个白马王子啊你 不过就是嫁给一个没权没事的植物人 你还能够保持 我们是看你家可怜才来的 一个没权没事的废物 大家又愿意娶你 你看把你们高兴 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里啊 你老公 就是个植物人 残废 待会儿的订婚现场啊 指不定有多少人 指着你们的几两骨骂呢 真晦气 我们走 容在闹市无人问 不在深山有远青 云家有提女祖 云楚情 情真意气 感天动地 少家主今日提亲 兵家主令 在下 唐少林 写三重聘礼前来 第一重聘礼 举太集团所有股份 请云小姐签销 女儿 夜城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夜城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呀 是能号令四海八荒的人 你要是能号令四海八荒 那我岂不是龙国夫人了 只要你想 你就是啊 我可不喜欢男人吹牛 好 我知道了 夜城没有骗我 夜城呢 夜城人呢 云小姐 少下主 已经预定了龙豪酒店 她在那里等您 云小姐 是我疏忽了 这第一重聘礼的签约 咱们一部龙豪酒店 再继续吧 请 龙豪酒店 那个是八星期的酒店 夜城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我就在知态集团上班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好人 走 看看去 走 走 走走走 看没看过去 走走走 看看去 你也收到唐家门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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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忙什么 要做愉快 两种 你好 对 这龙豪酒店 这么豪华 借成这么有钱 无非就是用着所有的家产 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看也是 云小姐 赵家主 一共为您准备了三重聘礼 三重聘礼 是的 这第一重聘礼 便是财富 只有拥有了财富 云家 才能从一个普通人的家庭 蜕变成为 有底气 敢直面这个世界 地狱豪门 第二重聘礼 云旺 只有拥有了生育 云家 才能成为 真正的豪门 得到整个旺城 乃至 荣活的任何 第三重聘礼 无辅家人 无辅亲 什么叫做 不负家人 不负家 云小姐 您十年来的坚守 感天动地 业家所有人认为 您值得拥有这一切 少家主业城 不得亏欠 和辜负您 这第三重聘礼 便是 真心 寓意 不负家人 不负亲 今日 并非订婚宴 而是云小姐您 和少家主业城的婚宴 来 礼城之后 您 便是业家 父母 知态集团可是 市值数本意 更是 有着龙国第一号们 业家声调 岂是他说送就送的 我现在 就给我总经理打电话 告诉他 有人冒出我知态集团高管 喂 郭总 家母 签字之后 这知态集团 便是您的了 那 真是一出好戏 妙 妙 听楚情 你为了撑场面 找这么些野人货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 我老公是知态集团的正式人物 什么唐少人 他根本就不认识 他是假的 今天说是地精叶家 在这里举办大婚 我们才来的 原来是你们这群家伙 故意散播谣言 在这里演戏 真是浪费我的时间 那就说吧 穿得这么寒酸 怎么可能是地精叶家的情 真是该死 群楚情 你穷就穷吧 还这么爱面子 找这么些人 陪你演这出戏 真够有戏 你是什么人 我老公 是知态集团的正式人物 当着他的命 你还想把知态集团 送给其他人 什么 你这个老家伙 知道夜市有多次贵 还敢冒充夜市 你们 完了 我老公 已经通知了知态集团的 市场部总经理 顾南风 顾南风 你们知道是谁 他可是望城的大人 就算是在知态集团的主顾 那也是能说得上话 抱歉得很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种 南门狗 你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 提问孤独经理到 你们得罪了知态集团 恐怕天下知大 却再也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处了 从今日起 你们云家 就等着灭族吧 而我和我老公 就会踩着你们云家 追上之头 夜城怎么会这样呢 夜城 怎么冒充夜家的人呢 怎么办呢 老公 怎么办呢 唐先生 夜城到底是什么人 夏目 如果我说 夜城 就是那位与国同立 纵横全球的 夜市少家主 夜市 您相信我吗 什么 大胆 冒充支开集团高层就算了 现在还敢冒充夜市家 是在找死 云大众 你们一家子 好大的胆子 你们想在我们面前装大款不是 你们也没必要找人去假冒夜市集团的人呢 你真是瞎了眼了 找了你这么一个废物 找个女婿 找个女婿 就是个废物 一百万看里达不出来 竟然还敢冒充夜市集团的人 我看你没有几条命 我没有 志太铁端董事长唐志太 参见少家主 供应少家主归位 准备得怎么样 勤勉少家主 我付一期第一种金钱 面见云家千金 此刻正在夜会厅签约 各位各位 我们不是云楚情的亲戚 我们是仇人 还是那种不公在天的仇人 你们各位给我们作证了 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 等下来 志太集团和夜市要是怪学下来 千万不要牵连我们 有你们这种亲戚 真是我们云家悲哀 你们不过是已经见风使舵的家伙罢了 云家母 您息怒 这里 我来这里 胆敢在我的地盘 惹家伙不快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他们拿下 我看你们谁干 干什么 放开我们 行了 他们冒充夜家 我万事死罪一条 咱们跟他们是亲戚 众目睽睽之下 跟他们家不但要反过成仇 而且啊 你们夜市的尊严 大姨灭亲 这不就能充分证明咱们的清白了吗 对对对 我们要把大姨灭亲 再明显一些 哎 我周家周小梅 自愿与云家 断决一切亲戚往来 明日见以后 我和你们再无关和 我虽然是云指级的闺女 但是我们两家早已经闹掰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 跟我们没有关系 而且 还是我老公发现 他们假扮之态集团高层 和地区叶家 杭先生 叶成 的确出于好意 不想让亲戚朋友看不起云家 可是 我云家不能靠吹牛让人家高看一眼 女儿 你跟唐先生说说 要真是假的 咱们 就赶快走吧 唐先生 家母不必多言 叶成 正是叶家少家主 无论他们怎么抹黑污蔑 这都是不正的事实 我认为 让他们反目成仇 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这 这还不是坏事 没错 这是你们家天大的好事啊 不过 但是还需要委屈你们一下 这知态集团和叶氏 生平最注重的就是生育 他们最讨厌别人 顶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 一经发现有人举报 积极大功一见 老婆 有机会 抓住啊 这么说 只要我表现的够好 就能入了知态集团高层的眼 今后再望着 我王爷 就要平步青云了 不行 这么好的功劳 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 好闺蜜 就让我踩着你上位吧 我王家王燕 举报云家云处情和其位婚夫夜城 密谋假扮 地经业家 昨夜 他们还想 拉我路 已经被我果断拒绝了 王爷你 家母 不必与她置信 少家主原本十年前就要娶你过门 由于出了一些意外 这才推迟了十年 如今 少家主已经苏醒了 今日 一步登天的 将是你们云家 初情 你守过我十年 从今日子 我守过你的事 现在 我看清楚他们的嘴脸了吧 只想 如果没有和他们反目成仇 几日之后 待云家学习 他们这些人 要趴在你们身上 吸你们的血 这帮吸血的毛啊 我把你们的骨髓吸干 是不会松口的 爸 我觉得唐先生说的没错 我们没必要因为失去这些亲戚 会感到心痛 家母 既然已经开始了 那就彻底与他们反目成仇吧 反正你也不需要 跟他们沾亲带故 大难临头了还在这里 我看谁也不配合夜下 初步沾亲带故 这谁啊 是谁 今天我倒要看看 董事长虽然今年才28岁 但据说 已经是夜市内门弟子 本人有幸 被董事长亲自接见过 以后见了唐董事长 不要自呼其名 要尊臣先生 听懂了呢 是 是 你们居然请了遇到演员 冒通了支腿集团的人 其罪当猪 还有你 居然敢冒通地精夜市的独母 独连酒猪 其实 你们一生是 女儿 永哥怎么办 唐支太 你来退伍吧 我 今日将你轻盈的支太集 送给我老婆当第一成 心中可有不痛快 没有没有 能将我苦心经营的支太集团 赠送给云小姐 让我父亲亲自去送这份聘礼 那是对我父子的认可 是我们唐家的荣耀 不会让你们白做的 南非那边的所有新能源 行业 以后就交给你的父子 是 唐支太 终于要在夜市的庇护下 更上一层楼 启禀家主 支太集团 望城市场部总经理 顾南风 与云家发生矛盾 什么 他们质疑 唐孝林先生的身份 质疑云家 少家主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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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去处理 启禁 按照我说的话 好 我知道了 王爷 我们没有演戏 也没必要演戏 群楚强 你在这装什么呢 你还真以为我没见过你那男朋友啊 不过就是个穷表司吧 小一 你想事 你也被闪上了吗 你给我闭嘴 谢谢 你怎么我们伤脸呢 姐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要这样呢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互帮互助那只要一家人 那就是姐姐 你们家那么小 都帮我去 顾总 我和我老公和他们云家 可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接约我们家 哎呀顾总 我早上也和他们断绝一切来往 我们已经不是姐姐了 还请顾总您明见 叶诚可以了 我想我爸妈已经看守着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不是亲朋好友 而是细血的马皇 成表演还上演啊 咋了 自己个儿还当真了 即日起 你们认罪服法 可留全尸 真的就是真的 何须演戏给你们看 老东西 你还真是为老师 居然能冒充我 支配 几行高层 你又是谁 我是董事长清点的市场总经理 全方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了 凭什么我不是 你凭什么罢免我职位 就凭你 年纪大了腰不行 不中用啊 就你 我中的董事长 杭之泰 他是我儿子 放屁 你们敢动我 一根毫毛 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感动我一根毫毛 谁都没想走出这罗豪酒店 宇家母爱党 是我的荣幸 老东西装不下去了吧 你不但冒充我 姿态集团的高层 还冒充我董事长的爹 你死见了 哎呀 小妞 哎呀 这长得真不错呀 不就是想要面子 何必假扮成叶家主母呢 现在跪下 给老子甜甜 老子 包养你当小三怎么样啊 嘿嘿 说不定 我就可以放过你的父母了 放屁 如果你觉得我假扮叶家主母 那么这场戏即将杀千 你觉得你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我假扮叶家主母 那么这场戏即将杀千 你觉得你的结局会怎样呢 结局就是 他们看着你 跪下 撤好我 楚江 沪总这么给你机会 你别不珍惜啊 在旺城 有多少年纪貌美的女人 都想被我们沪总包养的 你何必在叶城那棵树上吊死 既然你觉得是这么好的机会 那你怎么不跪下伺候 还有谁 还有谁 要冒充演员 都给我滚出来 我一定收拾他 不是 不是 不不不 我们跟他云家 根本就不是亲戚 不不 不是 没有亲戚关系 我可最烦别人骗我 哎呀 顾总 我们刚刚断绝了一切来往 我们已经不是一切了 还请您明鉴 哦 断绝关系 断绝关系了也是亲戚 是亲戚 就要连钻 你这个人 没有顾总 滚绝团 杭绝团 杭绝团 灝团 杭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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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孤声 恐恐恐恐恐恐恐怖 撕开集团的人 公司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尤其是那个老头子 居然敢冒出你父亲 就是他 老东西 我们董事长都亲自过来了 还不赶快跪下 梦 那是董事长的 你没事吧 董事长你叫他行吧 梦 你这是什么 爸 你没事吧 董事长你叫他什么 我爸身体要是出一点问题 我拿你父母亲而欺贴 爸 儿子来晚了 您受苦了 那就算受再多苦 受再多委屈 只要家母平平安安的 我这把老骨头 就算糟蹭了 也无妨 这老东西 还真是知态集团董事长 他爹呀 你怎么 你下真的完蛋了呀 顾南风 这次戏真的要结束了 现在 你又觉得你贴心如何 叶家主播 我错了 叶家主播 我错了 全夜市三重聘礼第一种 手艺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全来之轻 卸成 结业市三重聘礼第一种 财富 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全来提亲 请岳父大人 同意我与民主情的婚事 这么多钱 这太多了 这太多了 岳城 这确实太多了 一个知态集团 还有这么多现金 我不需要这么多钱 不 在我眼中 你比整个世界都值钱 无法用任何金钱来衡量 楚情 说没有你 便没有我叶城重获新生 从我再次睁开眼的那一刻 我便知道 此生定不负你 迟到了十年的求婚 今天该履行 寻楚情 嫁给我好吗 云楚情 嫁给我好吗 快 只是 我现在双队还不能走路 无法担心夏贵向你求婚 我愿意 太成 太风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快起来 求求她行吗 我们已经尽力了 除非奇迹发生 我就等着她 等待奇迹发生 继续治疗的地方 复大了 你会想办法去挣钱呢 爸 妈 他叫叶城 是我的男朋友 今天是过来提亲的 爸 妈 将楚情嫁给我 可以吗 将楚情嫁给我 可以吗 现在 云大众是我的父亲 刚才是谁欺负他 真帅 叶城 爸 你看我做什么呀 别以为你找了个残废当老公 就了不起了你 还有你 我承认你在旺城是有的优势 不过就是仗着知态集团董事长 给你撑腰吧 我告诉你 你报复不了我因为我的工作不在旺城 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 营火也配与昊月正辉 还装什么装啊 这位是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怎么还要对女人动手啊 给我让开再不让开我就报警了 报警 你试试看 叶城 我告诉你 我王爷大小是个人 你要是敢惹我 我让你在旺城吃不了刀子 你要是敢惹我 我让你在旺城吃不了刀子 就凭你 就算是整个东南四省帝小皇帝在这 建了我们少家住也有贵地扶手 抓起来 你们干什么呀 放开我 我就是个抓女子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硕女子 刚才你好像不是这个态度 那刚刚刚刚刚他们也说了呀 你怎么不抓他们呀 就像我们有错 刚才那么多人都说 让你老公不做代理 你还能让他们多不少真诚吗 哎哎对就算他叶城再厉害 也不能对我们所有人都动手吧 哎哎 大家都看看啊 明明是云楚晴他们一家 野蛮身份找了这么好的女婿 居然也不告诉我们 这分明不把我们当亲戚啊 允许他们不仁就允许我们故意 哎大家帮我们平平礼啊 就是他们都是云楚晴的长辈 说他两句怎么了 也不至于罪该问死啊 确实这样 哪有一家人仿仿头的 就是我们也是为了 叶城 你不能倒打一排啊 哎呀这叶城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咱这么做不会有什么事吗 哎呀 不责重你懂不懂啊 咱们这么多人 他那叶城他再厉害 他能对我们所有人都动手吗 再说 咱们 咱们长辈呢 一个小字本 敢对长辈不敬啊 我可是 云楚晴的姨妈 再说了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 对我动手 我儿子不会饶了你 你儿子是谁 我儿子 可是北约战神首席 十八名先父之一 所以说呀 楚晴啊 我承认你找了个有实力的老公 但我们家也不差呀 别以为我们给你们服软 就是为了派你们家告知 懂了 不过 你儿子等会就会来到这里 和你口中所谓的北约战神一起 来这里送拼命 上我儿子给你送 你被免太狂妄了 业城 我承认你在旺城有些事 但是 这北约战神可是地下世界之王 你居然说他会亲自给你下定亲聘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业城 你敢对战神不敬 就算你再有钱又能怎么样 再有钱 你能买来权势和战力吗 还有谁不服 站出来 业城口一并收拾 我刚才打了唐之派的父亲 我完蛋已经是定数 我得和他们站在一起才行 只要加入了他们这么多人 就算是唐之派 也不敢拿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样 我顾南方不服 现在我们去一晚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业城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听罢的 算了吧 业城 算了 这么多人在一起 还都是咱们的亲戚朋友 要是一起用事的话 到时候也不好收场 无妨无妨 云家公云家母 你别看他们聚在一起 声势浩荡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看来他们呀 还是不大了解 夜市的手段 我再说最后一遍 刚才是谁 欺辱我岳父一脚 向前一步 大家都别慌 还不过是下谷 这帝都夜市 最注重生命 不会任由他夜城服来 说得对 我跟你说 越是豪门 越怕家里出丑事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说不定 夜城还得给我们 赔礼道歉的 刚才 已经把你威胁 我们的视频 偷偷录下了 大不了我发到网上 咱们一起与死亡 你要是不给我个几百万 我就发到网上去 到时候呀 那地精夜家 就会成为 全龙国的笑话 夜城 我们都已经站出来了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你不是有钱吗 有钱有个屁用 不还是怕事情闹大 要不这样 你一人给我们五百万 然后再把我们放弃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 你们太过分了 我过分又怎样 夜城 我实话告诉你 我的前男友啊 可是东湖省的柳家少爷 我现在 还是他的情人 不是 夜城 你别废话 都什么时候了 好 原来你的倚仗 是东湖省的柳家 是有种 别以为你在望城称霸 就能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东湖柳家 全力制裁你 你信不信 就因为你这句话 就会害死 东湖的柳家 就你呀 一个躺了十年的植物人 一个农村女 一个植物人 而且还都是 喜欢口出狂言的废物 你们俩真是 绝配呀 有个女人叫王燕 他的情人是 东湖柳家公子 三分钟呢 让柳家消失 一句话 就害死东湖的柳家 现在柳家估计 全世界发了疯的在找 让他走吧 让他看一看 他所倚仗的柳家 会如何制裁 请吧王小姐 好知道了 校图柳家一灭 笑话 柳家那东湖巨博 你以为是你一句话 说灭就灭 但我王爷是被吓的 你给我 哦不 你给我一千万 我就放过你 看看 柳少已经给我打电话 喂 柳少呀 王爷 所有鬼都不会放过你 怎么记得起 我不成柳家 与你不够对点 不是 柳少 一句话 断了我们柳家的生路 难了 王爷 让你这死吧 刚才你说 我不敢对你动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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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做什么的 李大帆 四十六岁 在望筹红大房地产当总经理 年收入四十万 朱晴 他是你的姨父吧 算是 我没兴趣 对一些小人物 一分钟内 我要红大房地产消失 让他老板找他清算吧 是 一分钟让我们消失 你以为你是什么 大门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我身为害的 我完蛋了 你开始上天入地 我让你一堆心死 老老老老板 老板 你听我说呀 老板 你们说法不责重 亲切 我不会找你们任何人的忙 而你们只会感受到 我先 叶长 我是 我是云楚晴的姨妈 你能冒我怎么样 楚晴 她还是你的姨妈吗 不在是 你 你是 不是 你又是从事什么工作 你的仰仗 我就是 你别以为你认识几个人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我可是报社的记者 你就是 还怕 我怕你欺负人的视频曝光出去吗 哦 哪家报社 往常飞语报社 不让他们生路 是 别别别别 叶长 我儿子 是美战神的十八战将之一 他看到你如此欺辱我们夫妇 他如果来了 绝对不会轻饶你 北狱战神 听说你手下有名战将 他的父亲叫陈阿凡 即刻即将他革除北狱军 也不用来我的婚礼父亲 不好意思 你儿子 来不了 你就抓吧你 哎呀 妈 你跟我妈做了什么荒唐的事 为什么我被开除了 啊 我严重 你真的能失手之间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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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过我 严重 他怎么还在这 严重 严重 严先生 我也是严重的人哪 我是知态集团的市场部总经理 十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这样做会令人寒心呢 哦 知态集团 市场部总经理 对 我是 前条狗过来 哎呦 好可爱的狗狗啊 从现在起 他就是知态集团市场 新的 从现在起 他就是知态集团市场 新的 哎呀 太阻 我错了 严重啊 你个法不择重 无法受场的质命 你就这样 轻飘飘的情话 就 就解决了 法不择重 急功 他们也不看一看 自己是什么局 你们不会真的赢 有叶家家长的身份 你是前来的吧 望成第一家族族人 听叶家家族号令 携第二重 定理 前来提亲 此理名曰 明望 我望成谢家 今日退位让贤 向云家 向忠 自今日起 力挺云家为 望成第一豪门 望成谢家 以我云家为主 夜市夜天雄 写第三重聘礼 夫妇家人 夫妇听 送道 若我孙儿夜城 我孙媳妇云主庭 改年好和 永迭从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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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孙媳妇 今天开始 你就是叶家的 家母了 谢谢爷爷 初心 迟到了十年 我终于娶到你 我会放进去 我会放进去 你 我会放进去 我会放进去 你 我会放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